哇~~~ 你願意 嗨大家好我是Abi 歡迎回到寵女友計畫 這系列的影片就是會跟大家一起開箱體驗一些 自己花錢好像太浪費 可是如果把這筆錢花到朋友身上 或是另一禮拜身上 又覺得是超值得的體驗 那今天的影片內容沒有要帶大家說去玩 今天要帶大家來開箱一個 神秘的小東西 等我一下喔 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開箱體驗 一個有JPARA的產品 但是不是自己開 我今天邀請了今日笨女友 讓我歡迎神秘嘉賓出場 耶~~~ 耶~~~ 那為什麼今天會特別邀請你來 是因為當初我收到他們的合作邀約信的時候 我單純只是想說 喔就是他們賣很多香氛系列的產品 我自己是一個超喜歡玫瑰花香調的人 所以那時候他就說 要不要來試用體驗他們家的黑玫瑰 我就已經覺得 很感興趣了 然後結果我認真研究他們的包裝理念 然後我就瞬間浮現你 就覺得我一定要找你來 因為你太適合這個 就是有點浮誇華華麗的包裝 但又是很有獨特性格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一個一個來分享 好我先把收的產品都拿出來給大家看 這次收到的產品體驗有三款 分別是磨砂膏 然後身體乳和香噴精采 這兩個我已經用過了 我是用過才敢來找你開箱的 然後這個香噴精采 我就是特別保留到我想我們一起開箱體驗 那軟軟今天是第一次認識這個品牌 所以我會大概分享一下我對他們的了解 然後我們再一個一個試用 J-PARA它其實是一個泰國品牌 但是它的所有的香精是來自埃及 所以我覺得是超級超級特別的 然後J-PARA這個單字 這裡有寫J-PARA 這個單字它其實是古埃及語 叫做絲綢薄紗的感覺 因為J-PARA創辦人覺得香水很像一種魔法 所以如果你擦上這些東西 你不是有的香味嗎 就很像你穿上一個透明的薄紗 然後就有獨特的美麗 可以去吸引你想吸引的人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理念很特別 然後也覺得很可愛 所以它的包裝上面就有很多 古埃及的一些人像 或是文字之類的 然後他們的包裝都是泰國的設計師化的 然後聽說我現在還沒打開 聽說這裡面的香水瓶也是手工製作的 就是超級獨一無二 是不是很適合送禮 我那時候就想說 這個真的太適合寵女友計畫了 然後這系列的產品 他們都是同一個香料 都是黑玫瑰系列的 然後你聞起來是一些黑玫瑰 然後它還有加天竹龜 然後跟一些天然果油 所以我自己覺得是那種有花香 但是又療癒的成分 然後蠻特別的是 他們都會跟古埃及的神話有一些關聯性 然後我就研究了一下 他說黑玫瑰其實是埃及艷后 傳說中埃及艷后在吸引某一個羅馬 重帥的時候 他就用玫瑰香料去吸引那個人 好可愛 好心機 對 對 是心機的那種感覺 然後所以他們就定義黑玫瑰系列的產品 就是你用完是有種 嗯我是女王 然後你是我的所有物 就有點霸道 但又有點療癒心機可愛的感覺 然後如果你也是有這三個品項 我們就按照他正常的使用順序 一個一個來用 就從你洗完澡 通常會先使用抹砂膏嘛 然後再使用乳液 然後之後你出門前才會很想水 那我們就先試這個抹砂膏 那我們先把這個放到旁邊去 這個抹砂膏我已經用過了 欸你該先聞聞看 其實我覺得你剛剛拿出來 好像就已經有淡淡的香味 不然就是我坐到你旁邊的時候聞到 因為其實我早上出門前我有特別洗澡 然後使用抹砂膏 大概三四個小時了 然後這個抹砂膏很酷喔 就是要擠在我身上 對對對 你可以用一點點 它是黑色的質地 你可以先用用開 欸你可以給鏡頭看 好黑喔 好像足探 你可以把它磨開啦 欸它好細喔 嗯超級細的 就是它的抹砂膏 我第一次用的時候很驚訝 就是它的顆粒很多 可是它的顆粒很細緻 對 所以你在塗抹的時候是很好算開 欸我突然想到那個 麻糬燒 芝麻口味那樣 嗯嗯嗯 就算了很像 就你把它塗開來 你會覺得它很細緻 然後沒有刺皮膚的那種粗糙感 好舒服 嗯 但它就是不可以用在臉或是私密處 就是一般的陳舌 對 想說它這麼細 所以它是專門身體用的 對 然後你 就是淡淡的玫瑰花香 其實是直接這樣門好像比較重 但其實這樣是還好 要把它先去洗掉嗎 對抱歉 妳得先去洗手 因為我忘記再吃紙巾給 啊沒關係 我們中理一下 好好笑喔 誒剛剛是左手 對 妳覺得 感受上 我沒有擦乾 不要寫實 我覺得有變滑耶 嗯 妳摸到真的 我自己那時候用完也是覺得有變滑一點 光滑 就是本身抹砂膏它可以去角質嘛 然後會有一點點光澤 在鏡頭上可能沒有這麼明顯 但是在感受上是有這樣覺得 嗯 然後香氣的部分 就是會變成淡的香味 可能會持續個一兩個小時 你自己覺得最驚豔的會是什麼 我覺得它顆粒超細的 它真的就像芝麻湯圓 一直用芝麻湯圓這種比喻 因為真的很像 就是吃下去 覺得很小 然後很細緻很舒服 那接下來是乳液的部分 然後它擦出來的顏色是白色 妳先用然後我再跟妳分享我的感受 好啊 我不要影響妳 好 妳剛剛擠那一頭我可以擦整個索 哦對不起擠太多了 沒有我覺得它延展性也滿夠的 所以就是好像用效不用到太多耶 妳剛剛擠那個 撥擦就可以一條手臂 對 好好笑哦 聞一下 聞了 哦因為我擦乳液的話 我最害怕會悶悶的 那它不會耶 我覺得還算滿輕透 即使妳剛剛擠一坨 然後延展性也很好 就是比我平常擦還要再多一點 可是也不會覺得不舒服 也不會那個黏黏的感覺 嗯 我也是那時候一擦完超意外 就是它不黏膩 它也不油膩 因為我很不喜歡擦乳液就是因為這樣 很討厭睡覺塵 然後身體黏黏的碰到棉被 它的延展性很好 然後妳一擦完大概一兩分鐘 它就可以馬上的吸收到皮膚裡面 然後是可以感受到保濕度的 所以乳液我自己用起來就蠻喜歡也蠻驚豔的 會不會是因為泰國的濕度跟台灣一樣 妳說那邊也很潮濕 對啊 不知道 如果有這樣的話就覺得 也還蠻適合台灣氣候的 對 因為台灣真的是好悶 因為我剛從宿物回來 我真的受不了台北的悶度 所以我就更少擦保養帶的東西 而且在冷氣房其實蠻需要保濕的 對啊 那這個還蠻適合現在的耶 嗯 然後最後一個我就要進入到我最期待 然後一直忍著 想要跟你一起開箱的 那最後我們就進入到我期待最久的香氛精采 因為那兩罐的香味真的蠻不錯的 就它不是很濃烈的玫瑰香調 然後就像妳說的 有一點點草本味道 是清新的感覺 嗯 然後這個我就很期待它聞起來是什麼感覺 那我先打開 這個危險分子 很不會開包裝 他們家的香氛精采包裝 像一本書 對啊 就是它主打就是每一本書都代表不一樣的愛奇神話故事 所以你就開不一樣的書就去到不一樣的愛奇神話裡面 這個設計很可愛耶 超療癒的 然後因為黑玫瑰 所以它的包裝上面 就有一個小愛心 它還用神面戀愛黑魔法的感覺 對對對 好我們要打開囉 我們要這樣打開 它裡面有個絨布 然後旁邊有一些說明 哇 哇 哈哈哈哈 重新顯示一下 我要打開給各位看囉 打開是一個絨布 哈哈 然後 很漂亮耶 這個瓶身真的很漂亮 就是它是泰國的 小心 對 它是泰國藝術家設計的 是手工製造 然後有種很精品又有復古的感覺 它很小巧耶 嗯 它這是幾MOD 這個是3MOD 很難得有出這麼小的耶 它的經典次數就是它裡面是沾棒式的香水 所以你就是拿起來之後 就可以插在手腕上 就是沾著或是脖子 然後腳踝或是鎖骨 就它建議的方式 你試試看 我也是第一次用 哇 我覺得 我第一 就覺得它這樣小小的很棒耶 因為你平常買香水都是 超大瓶的 很難攜帶 對 所以你要特別去買那種小小的分裝品來用 然後這一款它這一次你在擦的時候不要去抹擦 因為可能會隨著你的溫度不一樣 它有不一樣的味道 然後或是可能會 嗯 會發的比較快 可是這一款很特別 它是無酒精的 所以如果你有酒精過敏者 就不用擔心 然後它也有經過GMP的認證 它五動物實驗 全品項都五動物實驗 然後經過GMP的認證 很令人安心 嗯 然後這個就是精油款 所以它也可以抹在頭髮上 或是泡澡的時候可以滴在水裡面 喔泡澡 然後是水養肌啦 也可以加 就把它當作精油使用 我覺得都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我覺得這三款 因為都是黑玫瑰 所以聞起來味道是超級一致的 嗯 一模一樣吧 對一模一樣 它一模一樣 但我很驚訝 我以為就是三個產品 會有些完的差異 沒有 那結果沒有 所以我覺得喜歡玫瑰味的人 應該也會喜歡這一款 你是喜歡玫瑰味嗎 我喜歡 而且我也喜歡就中性一點的玫瑰味 因為我現在太女生了 我也是那種挑香醇 會挑中性的香醇 然後這款可能是因為它有玫瑰 又有草本的感覺 所以用起來你會覺得是有個性的女生 但不是那種小公主的感覺 我覺得可能就有符合埃及艷后的那個概念 就是有點聰明智慧 然後又可以去吸引到 它就是用了小心機嘛 對對對 那如果就是你情人節 或是朋友生日送你這個 你覺得可以嗎 我覺得今天的主題是寵女幼 有被寵愛的感覺 我覺得你剛打開這個書的時候 很像要被求婚 啊 就這樣我還失敗一下 你願意 這系列我是真心覺得 可以拿來寵愛自己的朋友或假人 這也是為什麼 就是我會接受這個合作遙遠 然後請軟滿來 就不管在香味上 或是使用上都很療癒 然後也有很多故事可以說 我就覺得是一個很有趣的產品跟品牌 而且它真的很適合台灣的氣候 因為現在圖案如意還是覺得是有保濕但又不黏膩的 對啊 其實我們就是算在一個涼感的空間 但是就是真的不黏啊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寵女友開箱體驗 然後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些靈感 如果你想要送禮物給朋友 或許你可以考慮這系列的產品 那感謝軟滿今天陪我 然後也感謝大家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